9月7日,乌鲁木齐市最后三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和一例无症状感染者解除医学观察后,至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7月15日发生疫情以来的确诊病例全部置于出院,无症状感染者全部解除医学观察。 疫情发生后,新疆对于疫情防控丝毫没有手软,采取全程封闭管控,对全体居民进行核酸检测,借鉴北京武汉防控经验有效控制了疫情扩散、蔓延。 记者回顾自7月15日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发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一例,无症状感染者三例以来,至今经过55个抗疫日夜,他们有来自一天内做核酸检测上百例的医护人员,有行万步的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以及无数民众在家避疫48天的默默付出,赢得这来之不易的抗疫成果。 看,都是要鼓鼓鼓的,就是不能有任何气出来,所以说话的时候比较扯,我爱人是警察,我的孩子现在目前是跟婆婆一块生活,就一个老人70多岁带一个孩子,因为我们老人比较支持我们俩的工作,就每天能试个贫,为了全体人民的健康,我们付出是应该的,加油,中国加油,新疆加油, 每天我们从第一个帐篷到最后帐篷,有一伙人员都互相协调,我们是从早晨9点钟一直干到晚上9点钟,也没有人去喝水,也没有人去上厕所,特别是后面两个帐篷穿防护衣的,更是如此。 我就希望能核酸尽快采完,然后把有感染的居民早点接受治疗,然后我们其他人就可以恢复正常生活,是这么个心情,就更急迫一些,加油。 为确保新冠肺炎患者救治有利,有序,有效,新疆组建了新疆新冠肺炎医疗救治定点医院,按照轻重症病举,中西医病重,康复治疗与心理疏导多管齐下,有效防止了轻型、普通型向重型和微重型转化,有效提高了治愈率,缩短了救治周期,同时实现了医护人员零感染,确诊患者零死亡。 我们的志愿者也好,我们的市民也好,想通过自己的这种心声,对我们祖国的认可,对我们政府的信任,对我们自己能战胜这次疫情的坚定的信心的一种举动。 在国家面对这次困难的时候,我们出了一份力,尽量地去让住户满意,让自己做得满意,用心去做。 今天解封了,心情很开心,也很激动。当我给居民发这个通行证的时候,居民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小姚你可以回家了。 我真的很激动,我觉得我回家不重要,我觉得居民可以下楼了,我真的有点激动。 疫情现在算是控制住了,然后我觉得我成长了,就是我坚持下来了。 我原本以为我完成不了这份工作,我自己能坚持下来,让我自己更强大了。 如果没他们的话,我们不可能这么完美地把这一份战役打赢的,因为只有他们的协助,然后再加上居民的配合,我们才能打赢的这场战役。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我们社会会更温暖,也是希望我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去引导爱,传播爱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